在今天白天 微弱的東北風吹進來 這溫度的形態來說 都略微的下降了 要提醒大家 晚上晚歸的朋友 天氣要轉涼了 不過明天週休 天氣形態來說 有些朋友還是要上班 上課 我們就來看一下了 先來注意到這風浪的部分 如果禮拜六風浪的部分 出去遊玩的話 是從大浪轉為中浪 到了禮拜天 由中浪逐漸轉為小浪 所以風浪的部分 是逐漸的轉小的 第二個 要前往高山的朋友 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像昨天的阿里山 就在13度了 今天晚上的溫度 還會更冷一點 在12度 前往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一定要穿著保暖 第三個 平地的部分 微弱的東北風影響 晚上的低溫部分 會在25度 要提醒您 晚歸騎車的朋友要注意了 可是局部地區會有短暫雨 這天氣形態來說 早晚的感受上來說 明顯的略微轉涼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衛星雲圖 從衛星雲圖上可以看到 台灣上空有雲層發展 最重要是有一道微弱的封面 通過台灣的上空 在今天白天的時候 雲層通過之下 使得北部地區有零星的短暫雨 中南部都是偏向於 中午以後發展的陣雨狀況 但北方的高壓 在明天仍然帶進來 微弱的東北風 所以天氣形態來說 在未來幾天 早晚都會比較偏涼 小丁林給您個提醒 特別留意的是 晚歸的朋友 騎車要保暖 但仍然有零星的短暫雨 外出活動 記得攜帶雨具